請坐 剛才我還向小女問起 想不到公子已經來了 你應該知道我一定會來的 說老夫冒昧 看模樣公子這一年來 那是拜前輩去年一場所賜 是後學不都不有所警惕 前行苦練 這都是老夫的過錯 不過公子也未免太苦了 不 這件事後學還得向前輩道謝 要不是內長 後學還不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後學今天前來的目的 前輩大概不十分明白吧 老夫早就知道 看你笑得那麼得意 那你猜錯了 你猜錯了 嗯 公子不是為了影兒來的嗎 影兒 我想起來了 他就是另一個 那麼公子為何而來 就請明告 劍 你的那把劍 我曾經說過我想要的東西 我一定要得到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去年的說法 去年你不是說我們沒有決鬥的理由嗎 但是 今天你非跟我決鬥不可 我還是不明白 那 這就是你女兒的信物 現在 你總該跟我決鬥了吧 許下猴子 你不要欺人單身 要讓你出來 會寶 出來 不可放肆 怎麼 你不敢 你的目的 只是要想得到我的那把劍 不錯 你為什麼要出此下策呢 為什麼呢 小廢話 起來 你來 好吧 不 你不要這樣做 你不愛我 我並不難過 因為你所愛的 只是劍 而不是別的女人 劍兒 老實說 你並不是我父親的對手 他已經二十年沒握過刀劍了 有什麼一定要逼他動手呢 再說 就算你贏了 得到了那把劍 你知道 你會失去什麼 我不懂這劍 走開 爹 我瞧你 為了我 您就把那把劍給他吧 難道 您這二十年來 忍受的痛苦還不夠 是的 我不應該這樣做 其實 我早就打算好了 把我的那把劍 作為你的盆將 好讓他如願一場 可是如今 我不能這樣做 為了維護一個劍師的榮譽和尊嚴 今天我非要懲罰他 給天下配件的人留下一個好榜樣 是 維保 去 拿我的劍來 是 爹 慢著 把劍給你的盆 你 趕快 凌鋒 不錯 這位前輩 在下與夏侯公子有一劍之手 所以特地趕來 不能讓您的劍把他給殺了 下后兄 如何 慢着 我们还是到外面去 不要弄脏了人家地方 请稍后我就回来 大家 Smile 蛤 没你们的事 推下 真不愧为洛阳第一件事 过奖 凌风特来领教 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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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